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神探夏洛克第三季02 比起上一集平淡的火车消失的故事 终于有了一些让人惊心动魄的杀人案件 剧集三个签名改编自原著四个签名 原著讲述了夏洛克受玛丽的邀请 破获了有宝物引起的杀人案件 也是华生和玛丽结婚 夏洛克迷上了可卡因的一部小说 在这一集中三人的故事也被搬到了现代的时间中 华生忙着结婚 夏洛克则一个人在调查 女王卫兵被杀案件和幽灵约会案件 英国女王的卫兵非常有特色 穿着红色的礼服黑色的紧身裤 戴着大到夸张的黑色大帽子佩戴着剑 而其中有一个卫兵在洗澡的时候 不知被从哪里来的剑刺死 夏洛克调查现场后并没有发现现场有其他人 而现场也并没有什么机关可以飞出来杀人 更没有什么秘密通道 而死者确确实实是被刺死的 到底谁会用这样传统的杀人方式呢 陷入僵局的夏洛克同时还在处理幽灵约会事件 很多女孩子表示约会一次后 明明双方都很满意 但是男方却莫名消失 夏洛克本来对这件事情没有非常上心 不过他试图把两个案子联系在一起 华生婚礼的时候 夏洛克把华生说成是一个绝世好男人 甚至不惜把自己的一些功劳都归在华生身上 大家都很感动 不过夏洛克其实是在借机站在讲台上 观察宾客们的一举一动 果然一个宾客引起了他的注意 华生的老上司 一个就算退伍了 还是穿着军装的男子 华生的妻子玛丽的话 让夏洛克把军装少校和卫兵案 约会案联系到了一起 原来是有人想要对一些军人下手 而今天也有人混在婚礼的队伍里 那么婚礼上最能够观察到所有人的动向 而且有机会到处乱跑的人是谁呢 就是婚礼摄影师 他们可以借着拍照的名义 自由地进出所有地方 夏洛克盘问摄影师后 找到了一个叫做斯莫尔的人 他对军人一直抱有成见 所以想要刺杀一些和他有仇的人 而他拒不告知杀人手法 夏洛克观察少校的打扮后 发现他腰带扎得很紧 夏洛克马上想到了卫兵案里 卫兵的致命伤口是在腰里 原来凶手把凶器藏在腰带里 很小的刀片扎在身上 没有很大的感觉 而且不致命 但是佩戴了很久之后 伤口会变得很深 脱下皮带的时候 就会因为凶器被拔出 而流血过多致死 这一集虽然回归了杀人案 但是不免有些老套 不过从这一集以后 华生和玛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夏洛克也正式地做回了本行 侦探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